前面我们提到了美国擅长给别人挖无底洞 但是我们来看美国的疫情 现在是不是也成了一个无底洞了 确实应该说呢 美国是比较习惯把自己打造成一种光辉的形象 似乎呢 要让这个世界人民都觉得美国是人间的天堂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呢 在疫情蔓延的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呢 已经成为了现实版的悲惨世界 那么疫情呢 在这个美国国内现在蔓延的这种态势呢 已经到了这个令人发指的这种状态 我们看这个每日的新增确诊病例 能够达到20万人 这是一种这个非常恐怖的一种数字 那么另外呢 还看到了美国的医疗系统 现在正面临着被击穿 被击垮的这样的一种危险性 也就是说呢 大家看到确诊的人数不断增加 但是呢 医院的收治新冠肺炎疫情病例 它的这种比例呢 在不断的下降 很多人呢 根本没有机会来接受治疗 这都是非常悲惨的 一些实实在在的例子 那么同样我们会看到呢 现在在美国国内呢 仍然没有这个切实可行的 相对积极的疫情防控的措施 甚至在这个戴口罩的问题上 都没有解决最基本的关切 那么对于这个未来 拜登执政之后 如何来控制疫情来说 现在呢 尽管有很多的这种努力的方向 但是能不能落地 是不是能够让这个美国疫情 不断蔓延的这种态势 被踩刹车 能够停住 能够挽救这个悲惨世界 我觉得从目前来说呢 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呢 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的同时呢 大家可能会看到 美国呢 似乎呢 还不忘了四处做坏事 刚才您说呢 美国的这个疫情是无底洞 那么美国呢 仍然在这个其他的地方 在挖无底洞 不管是在这个印太地区的 这种安全的问题上 还是呢 与大国竞争的一系列的手段上 似乎呢 这个美国政府呢 仍然把很多的精力 放在这些方面 所以呢 这就产生了一种 非常讽刺的场面 就是一方面呢 美国国内的真正重要的议题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的议题 无人顾及 那么美国政客呢 却通过一系列其他的手段 来为这个美国的政策 贴上自己的标签 来为自己收割政治资本 这是一种这个 让人难以理解的状态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YK